今夜网上曝光了一些照片,这些照片是来自于中传重工701所,可以看到其背景两边,分别是辽宁舰和001航母, 而中间还有一艘使用了全新电磁塔设的新型航母,广大之迷对此躁动了起来,这难道就是中国正在这首设计的第三艘国产航母,瞬间成为了网上热议的话题? 大家都清楚,这个701所,可是中国航母的研发设计中心,中国前两艘航母的研发设计就是在这里完成的。 据悉,前不久国家相关部门,对于下一艘航母的弹射技术进行了讨论,如今根据这张背景图不难看出,这艘航母的设计方案,基本已经统一并确定, 目前江南船厂已经创建了三号军产品新区,相关设备和构建,已经运送到了这个新的厂区,同时老厂区的研制工作也丝毫没有停歇,正在全力赶造一批全新的构建。 对于中国在航母领域的快速突破,外媒惊呼难以想象,甚至表现出忧心忡忡的模样,每位分析并预测。 就当前中国航母的研制速度来看,002型国产航母最快在2021年,就可以正式下水,甚至2021年,就可以交付中国海质使用。 曾经央视在报道中透露,中国目前在弹射器的研发上有了全新突破,电磁技术已经宣告研制完毕,不妨再回想一下第三艘国产航母的一些细节。 当时,这艘航母的研制被国家相关部门紧急踏平,其中最大的原因,可能就是电磁技术的研制进度过快,甚至已经远远超出了航母研制的进度前面。 这才导致相关部门对这艘航母的设计方案进行了临时改动。 前段时间,马伟明越是在演讲的时候就说过,对于当前最流行的两套弹射系统,给予了详细对比分析。 最终发现电磁技术的优势要比争取技术高出很多,甚至可以说是完胜。 就连美国目前正在服役的伏特号用的也是电磁技术。 不过美国的电磁弹射并非是完美的,其中也有一些不足之处。 对此,马伟明表示,中国要设计就要设计出,比美国更新进的弹射技术。 目前中国研制的这线技术和美国相比,至少领先了十年时间。 不难看出,对于国产电磁技术马伟明越是是相当自信的。 因为这套系统优点很多,可以弹射于紧急,在弹射的时候使用的方式为多极变化,操控性和灵活性更高。 相对来说,如果弹射上使用了蒸汽技术,对于弹射的具体段位是很难给予调整的。 和蒸汽弹射相比,电磁技术还可以大范围的减少能源和开支。 其中舰载机的使用寿命至少可以延迟十分之四,而这些都是蒸汽弹射没办法相比的。 美国曾对中国研制航母给予了各种打击,认为中国能做的只有仿制,根本不相信中国有实力研发出电磁技术。 就连俄航母目前起飞使用的还是跨越方式,因此中国在短时间之内是不可能研制成功的。 然而,随着这艘新型航母的曝光,这项被美国认为超难的计数就要正式上航母了。 这对美国来说,无疑是一次被狠狠打脸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到您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mpre点 לה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察雅 您ve instruction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